《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讲《佛说阿弥陀经》 三苦是苦的性质 三苦是针对我们住的世界来讲的 我们现在住的世界是欲界 上面是师界 再上面是无师界 大家懂不懂 我们是三界里面的众生 你要知道我们住的是欲界的众生 欲界比欲界更进步的 上一界叫什么界 师界 师界的特点是什么 没有男女的淫欲 他们的快乐比人间超过千千万万倍 可以说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还有死亡的 他们善的业力享受完了 享受千年万年以后 在上一界世界 他们要什么有什么 他这个意愿是自然来的 他希望有水果就有水果 他希望吃这个有吃个 他们是不需要生活的 我们在这里不是 你要去打工的 你要去找工作做 你没有工作没有受用饿死你 你要受老板的气 但在世界里面不用 不用 全都是享受 但是享受完了 千千万万年享受完了以后 他还要投胎轮回 根据他的业力轮回到生死 再上一界是什么界 无世界 跟世界有什么不同 世界还有身体 没有淫欲 没有男女的淫欲 但是还有清净的身体 世界的身体是什么身体 他的身体是发光的 有香味的 发很大的光 我们这个身体 胃是有胃 是臭胃 你拉出来的也是臭的 你三天不冲凉也是臭的 我们这个世界有的是臭味 但是世界它是天人 他们不用toilet的 他们没有厕所的 他们不吃我们现在吃的饭 菜 他们以禅乐为师 所以他不是要排出来的 所以他们没有臭味的 还有光的 还有世界的男女 样貌很庄严的 再上一界是无世界 无世界 无世界是什么 身体都没有了 只有精神存在 有身体就是苦 有身体加欲更苦 我们的身体加男女的欲更苦 世界有身体 没有男女的欲 所以他的享受 你知道男女的欲 烦恼烦恼 其中的烦恼非常多 再高一层 他没有身体了 这些苦苦是什么样呢 苦苦 身心本来就是苦 这个苦苦就是欲界的痛苦 我们在欲界里面的痛苦 身心本来就是苦 加以外界的苦况 天灾人祸 疾病 疾病 寒热 战乱等等 所以两个苦 是苦苦 一个是身的苦 一个是心的苦 也可以是身是内苦 外面的天灾人祸 就是外苦 这个是以欲界来讲的 坏苦 败坏的坏 坏苦 坏苦是指世界的众生 你说世界的众生很快乐吗 他已经没有男女的情欲很快乐 但是诸乐无常 到了千千万万年 他的寿命完的时候 他这个快乐就没有了 在的时候还快乐 一天一天的过也是痛苦 一些顺利的事情坏的时候 避害身心 所以虽然他是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想完 他也要轮回投胎 这个是坏苦 行苦指五世界的痛苦 为什么 一切法因缘所生 变化迁流 不但是欲界感觉的痛苦 无世界众生也感受到生灭变化的痛苦 因为一切顺的事情 涅的事情 都是中原所成的 难免有生灭千流 就是他要念念无常的苦 那么这个是无世界的痛苦 虽然他没有失身 没有男女的淫欲 心思的变化还要 当他享受完的痛苦还要堕落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上到西方 这个世界 为什么 那个地方没有痛苦 在天人还有痛苦 他们是坏苦 世界的天人 无世界的天人已经非常高了 也有行苦 因为也是生灭千流不长的 也有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娑婆世界已经那么苦了 天界也是苦 那么基本上人有多少痛苦 讲完这个 我们就讲完了今天 我们人生里面有八苦 没有人可以免除的 如果你可以免除 你举手生老病死 你可以不生吗 有人说可以啊 我没有结婚 我生什么 我没有结婚嘛 这个生的意思 不是生出来的母亲的痛苦 当然母亲生小孩有她的痛苦 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 落地喊三生 豪丑命伤成 他生在苦的家 一生都是苦 他生在破碎的家庭 一生都是破碎 他生下来已经注定他命分的一半了 苦不苦啊 你希望生在哪里哪个家庭 你希望生在一个没有幸福的家庭吗 生就是一个痛苦 还有对母亲来讲 他怀胎的时候也有一个痛苦 以前母亲怀胎这个命啊 好像生孩子以前没有 现在医学里面没有那么进步 很危险的 现在比较好了 老了 谁会不老的 你不会老的 请你举手 我永远都不老的 无论你做了多少非手 你也是老的 无论你天天去飞手都没用 你的皮肤坠下来的 你这个面孔越来越脏了 你五十年前你是一个美女 现在你是个老太婆 你说你喜欢美吗 美是不长久的 哪一个美是长久的 你看现在我们年纪大的 一点的女居士 她们以前很美的 真的 你看现在你要十几二十岁的在这里挑唇 在那个老太婆里挑唇 那个老婆她挑吗 她看她们老了 不好看了 但是她知道了 她的老婆很快就变得 变得她的妈妈一样了 你要知道你老的时候是怎么样 你看你妈妈就知道了 所以你的美可以永远的保存 但是当你执着了美的时候 你就很惨 你要找女朋友了 二十几岁你又结婚了 结婚了 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也想生也不想生 但是没办法 你要干这个事情 你不注意就生出来了 没办法 那个孩子说 你是不是真的要生我出来 那个爸爸说 我没有生出来了 我做了这个事情 你不出来我们不行 也有这样的 那么出来了 你还要养他 我觉得这个很惨 父母生那个孩子出来 生出来就不健康的 你一生要养他 你痛苦不痛苦 有啊 我有同学 现在还养他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已经四十几岁了 但他这个自相还是十岁 惨不惨 他一生影响了他爸爸妈妈的一生 不但是他影响他的哥哥的一生 他哥哥看见他的妹妹是这样的 心里面不舒服 不开心 整个家庭就这样很灰暗的活下去 好 你生了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健康的 再生一个孩子 全部都健康的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养他了 天天是赚钱养他了 哎呀 很苦很苦啊 你工作啊 养他了 养得怎么样 十九岁了 他是读书了 一个去美国 一个去英国 有一个巨师给我投诉 他说我养大了我的儿子 我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我辛辛苦苦的把他养大了 他们去留学了 两个在英国 一个在美国 一出去 现在我才知道 一离开我们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两个女儿在英国结婚了 还没有毕业 差不多毕业结婚了 男的在美国也是结婚了 他有他的家庭 我没有想到他们出去留学 他们去读书 某个房间不需要再为他们准备了 他们都离开了 两老在家里面很寂寞 后来再过二十年 他老婆也走了 只要剩下他一个 开始的时候一个 后来两个 后来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最后来只有他一个 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人生是这样吗 你因为人生这样过着很快乐吗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人生是痛苦的 你要超脱它 你必须要这一生搞好这个事情 你不要迷迷糊糊的这样活了 活到养大你的女儿 你就死掉 死的时候怎么死也不知道 很多就是在养老院里面死的 八十五岁已经痴呆了 在养老院还住了十五年 八十五加十五年多少 没有一百 八十五加十五还一百吗 有啊 一百年 一百岁 一百岁有一天没有了 从八十五到一百岁的十五年 迷迷糊糊了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你认为这一生就像过吗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要修学佛法 了脱生死 这一生完了就不要再轮回了 要了脱这个生死 为这个生死做一点事情 佛以一大事因缘而生于世上 佛妻这牟尼佛就是一个大事因缘而生于世 要告诉你佛法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希望你知道 怎么要跳出生死轮回 跳出痛苦 你要修学佛法 怎么可以了脱自己的生死 如果你是大菩萨 你不但是了脱自己的生死 你还为所有众生了脱生死 就好像是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他为什么回来 他是过来人 他回来告诉我们 你们要跳出这个苦海 有多少人愿意跳出去 根本他们不愿意懂 一天到晚享受 到了七十五岁 还跟老婆离婚 还另外找一个年轻一点的老婆 那个多得很 你看人的余期不余期 有生 有老 有病 谁没有病过的举手 谁没有死过的举手 你没有死过吗 你会不会死 你因为你不会死的举手 你要死的嘛 那么怎么办 你为你的死亡做一种事情吗 还是不理 死就死了这样 反正大家又死了 死就算了 你因为这个是瀟灑吗 愚痴 为什么你不会你的死亡做一点事情 你要超越死亡行不行 你知道死是一个难题吗 是一个痛苦 为什么你再坐以待毙 为什么这样 不要坐以待毙了 为你的死亡做一点事情 跳出三界六道轮回 学佛开始 太迟了 再过二十年 你这老人痴呆的了 爱别离苦 你越跟你爱的 越跟你分别 你的老婆死了 你的先生死了 还有亲戚朋友 死的时候你痛苦不痛苦 你越爱的 你越跟他离开 愿正会呢 你越不爱的 你越跟他一起 奇怪了 有两个夫妻不爱的 完全没有感情 为了女儿 为了儿子 为了家庭 大家都在一起 女儿何止大的 离婚了 没有感情 你越不喜欢的 你越跟他一起 这不一定在家庭 你在公司里面 你跟你的同事斗争 但是你为了你吃饭 你没办法 你受他气 你一天到晚受你老板气 你一天到晚跟你的同事不合 朋友不合 社会不合 这个是愿正会苦 没有这个苦的鬼手 你随你都合的 你完全没有敌人的你举手 没有吗 求不得呢 你有没有求不得苦 有吗 你没有求不得苦的举手 我求什么有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有 举手 有人举手的 我试过 有人试过 都说我什么都不求 不是什么都不求 你求不到 你求不到 你退屈了 你说我求不到 我就不求了 我要求意外福翁 我做不到所以我不求 我说我没有求 不是你不求 你求也没用 你求不到 你求不死行不行 你求不老行不行 你求有一百个一行不行 你不行 你一定有求不到的东西 你有健康 你不一定有富贵 你有健康 有富贵 你不一定有好的家庭 每一个人都要求不到的东西 五阴吃圣苦 当然有 吸收享受 这个要长时间的给你解释 今天我已经把苦解释过了 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苦 这个是从我们众生的觉度看 苦是有苦的 如果是从整个世界来看 我们有三灾把烂 很快的我把山灾把烂讲一讲就讲完了 小山灾 激井 婚疫 战争 山灾 大山灾到世界常驻坏的时候 驻解开始变坏的时候 有火灾烧到初禅天 这个世界后来也要消灭的 有火灾烧在天界 风灾挂到二层 水灾到三层 越是整个世界就毁坏了 这个世界后来都是没有的了 我们在这里活一百年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世界都没有的了 这是山灾 小山灾 大山灾 八难呢 我们人里面除了有苦还有八难 地狱难 恶鬼难 出生难 我们如果是做了很多坏的事情 要到三恶道去投胎 地狱恶鬼出生 还有人道里面 如果是我们做了很多罪业 盲 龙 阴 雅 唱出来是盲的 是龙的 是雅的 阴雅的 四字冲变烂 什么是四字冲变烂 四字冲变 变冲 什么意思 他以为自己是很聪明 所以他不学佛法 我不学我是博士 佛法我是科学家 他认为自己是很聪明 所以他不学佛 佛前佛后烂 佛的前没有佛法 佛后也没有佛法 你没有佛法可听 北居如舟烂 天道 长寿天难 在北居如舟的人 我们是南面 南善步舟 北居如舟的人没有佛法的 他活到一千岁就死亡 我们活到一百岁 但是在北居如舟的人 他活到一千岁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的 一千岁 还有死 死了以后 他可以升天 所以他没有佛法 没有苦 没有苦的地方 他就不学佛法了 所以北居如舟 委托菩萨不去回护佛法的 委托菩萨你知道吗 他不去北居如舟 为什么 今天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 不是要回护佛法 所以三舟感应 因为米勒韦托菩萨 他只有三个舟去顾持佛法 不到北居如舟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佛法 人快乐到一千岁死了 死了生天 长寿天呢 长寿天也是这样 很长很长时间的寿命 所以他们也不学佛 现在你在这个世界上 巴烂都有的 快一点学佛 不要把你的时间放在没有意义的生活 提高你的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不是享受最好 不是有名有利 有财富 人生的价值就是利用你的人生 跳出生死苦海 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到涅槃的境界 这个就是你用你的人生剩下来的时间 好好的要跳出去 不单是为你自己跳出去 你为所有的一切众生跳出去 为什么 因为你就好像地藏菩萨一样 你回来度众生 你跟观音菩萨一样 乃至文殊斯利菩萨 普贤菩萨 回来度众生 那个就是回到娑婆世界 广度切众生 好了 今天已经讲好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 继续《孔雀明王》 念《孔雀明王》的时候 大家提起你的精神来 提起你的能量来 念得大声一点 我们为这一切火灾 我们希望念完以后 诸佛菩萨乃至神灵 罗叉等等 可以将人豪语 那么我们这个大火就可以熄灭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